星宇航空董事长张国伟又要卖长荣航空股票了 根据证交所的公告 张国伟昨天申报转让长荣航29,226张 这是2019年以来第五度申报转让 这次出售的价位落在13.5元区间 跟去年受到疫情的时候 受到疫情影响跌到不到8块钱相比 算是蛮不错的价位了 而选在这样的时机 外界推估会不会跟星宇去年亏损34亿有关呢 不过星宇航空强调目前货机是满载的 加上开拓副业 营运亏损都在可接受范围 疫情影响出不了国 航空业首当其冲 尤其去年才刚启航的星宇航空 光是2020年前三季 税后竞损19.87亿 累计亏损更高达34.86亿元 证交所现在最新公告 星宇航空董事长张国伟 是又再度出托长荣持股约是2.9万多张 那么算一算这个价值大概有来到3.89亿元 其实张国伟从2019年以来 已经第五度申报转让长荣行股票 前四次一共出托超过4700张 而出托理由大多是因为股价表现不理想 外面现在有人都说星宇好倒霉啊 怎么样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还好啦 张国伟出托股票动作频频 外界揣测是要补星宇亏损 但星宇公关长聂国伟说 目前一趟飞机可以再10到20人 肌腹下的货舱则几乎全是满载 因此货运的营收成本 可以支应星宇目前的变动成本 而且俗话不是说 有危机就是转机 先是从暑假七夕中秋节 张国伟推出一连串的未出国体验 紧接着地面上模拟机场跑道 周边小屋就像摆在行李书送口 缓缓推出 依购卖了5000万的星宇小铺 也在三窗开快闪店充业机 更是首度跨界和超商联名 推出限定饮料饼干蛋糕等商品 超热市场话题 航空业确实都不太好过 华航年终零三万长荣新语都挂领 但张国伟业信誓旦挂保证 未来赚钱时必定加倍奉还 东三层新闻许经由洪沛宇 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